我只是在用我的方式爱你和恨你 我是怪叔叔家的怪小弟 今天小弟给大家讲一部 因为母亲把女儿当作赚钱工具的法国电影 《我的小公主》 故事一开始 一个小女孩在门外跳着格子 这个女孩叫奥莉 是个十岁的小姑娘 她长得犹如巴比娃娃一样漂亮 她从小就和奶奶生活在一块 母亲是个穷困潦倒 才刚刚起步的摄影师 时隔多年不见的母亲在这晚回来了 她亲吻了一下女儿奥莉 便又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所以奥莉特别渴望得到母亲的爱与陪伴 而母亲一直没有好的作品 迫于生活的压力将注意力转到了奥莉身上 她突发奇想地将奥莉打扮成洋娃娃 让她穿上性感的衣服 并让她做母亲的模特 做一些与她年纪不符的妖娃动作 而奥莉为了能与母亲多一些时间在一起 不得不应允这一切 母亲爱特地跑去学校 让奥莉当众换上漂亮的公主裙 不久后 奥莉的照片得到了金主的喜爱 并表示还想要这种类似的照片 当然母亲很高兴地塌婴了 毕竟这种赚钱的好事 母亲是不会放过的 她为了利益 继续为奥莉拍各种各样 性感妖娃的照片 现在的奥莉都不需要母亲的指点 就可以摆出各种撩人的姿势 回到家中的奥莉熟练地拿起口红 照着镜子有模有样地涂了起来 听着音乐扭动着身体 母亲送来了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将这个作为礼物送给了奥莉 母亲还因为奥莉的这些照片 火了起来 晚上就带着奥莉 出席各种成人场合 向别人介绍她的成品 奥莉也越来越喜欢那些 让她穿起来很漂亮的衣服 隔天 母亲就带着奥莉来参加画展 这些在成人世界里 都不被认可的潜规则 奥莉却深陷其中 母亲在金主的身上受了打击 和奥莉大声说话 在车内大吼司机 当然可想而知的是 他们直接被司机赶下车 在母亲的影响下 她变得越来越成熟 穿着也越来越时髦 说的话也越来越露骨 在她的身上根本找不到 一个十岁女孩子的模样 也因为这样 同学都排斥她 还直接和奥莉互掐了起来 而母亲为了赚更多的钱 带着奥莉前往英国 一个陌生男人的家里 而她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还和陌生男人一起拍照 做出很多亲密的动作 为了让拍出的照片效果更好时 母亲得寸进尺地 想让奥莉脱掉衣服 这使得她拒绝了 母亲却没有停止手上的动作 直接上去强行脱去她的衣服 奥莉突然爆发 与母亲争吵了起来 便离开了 受不了的奥莉 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说母亲只是把自己 当作赚钱的工具 觉得母亲是自私的 母亲越来越过分 还偷拍在上厕所的奥莉 这件事情让母女俩闹得不可开交 来到学校上 课到奥莉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信 在看完后气愤不已 由于动作过激 直接被老师叫到外面罚站 留不到奥莉原谅的她 在无奈之下找来了其他女孩 来代替奥莉拍照 这样看见的奥莉很是生气 因为她无法接受 别人代替自己 害怕自己在母亲心中的地位被抢走 再加上奥莉深爱着母亲 为了想让母亲多陪陪自己 就又穿起衣服 当起母亲的模特 奥莉来到好朋友家做客 当邻居拿出奥莉的杂志后 立马就去找母亲理论 向母亲讨个说法 两人的矛盾并没有化解 而是愈演愈烈 更是让奥莉感觉 母亲并不是真正爱自己的 就在两人回家路上 去看见倒在地上的奶奶 由于奶奶的离去 奥莉不得不和母亲收拾行李 搬去和母亲一起住 渐渐地奥莉的照片影响越来越大 引起了民事检察署的关注 他们强烈要求收回母亲对奥莉的抚养权 一名女社工来到家里 告诉母亲 奥莉将会被送到一个中心拘留 而且在她成年之前 母亲也没有权利再拍照 必须让奥莉在正常的生活下成长 即使是这样 死心不改的母亲 还是偷偷地将奥莉的照片卖掉 为了继续拍照片 竟然自己亲自上阵 母亲这样的行为让她感到绝望 奥莉的情绪也越来越古怪 为了阻止母亲将那些照片继续卖出 她找来了女社工 而女社工却表明这属于法官管的 她也无能为力 在得知母亲的身世后 奥莉终于受不了了 在离开教堂后 她抢了一个女人的包就跑了 最终还是进了少管所 再一次见到奥莉的时候 她已经剪去长发 当得知母亲来探望她时 奥莉选择跳窗离去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即使母亲一直在背后呼唤着她 望着奥莉离去的背影 心中有种无法言喻的伤痛 毕竟曾经是多么爱这位母亲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影评由真人真实改编 影片中的细节既真实又复杂 看着让人心疼 三十多年前的事 是要怎样震撼心灵 才能记得如此完整 创造她这个人的同时 也是毁了她的人 作为旁观者只能说 有这样的妈妈真是悲伤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那就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